有问我像我家里这样的蝴蝶兰的专用盆来养蝴蝶兰的话呢 平时浇水是采用浸盆的方式还是喷雾的方式 其实采用什么方式来给蝴蝶兰浇水呢 主要是看盆的透气性如何 植料的透气性如何 跟通风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的蝴蝶兰苗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 比如说像现在的我这边的十几棵的蝴蝶兰小苗 在这个季节它们是处在一个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补水呢都是用的浸盆的方式 而我采用的这个植料呢也是用的是树皮加水苔的混合植料 所以它的透气性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水分挥发的也比较快 所以每一次呢基本上都是采用直接浸盆大水的方式来给它们补水 而且每一次补水的时候都会在水里面稍微的加一些花多多的一号肥 一比两千左右的比例非常稀薄的 而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水 那么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肥力 这样的小苗会长得更茁壮一些 每个根系上面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有清晰可见的水晶头 但是呢作为已经正在盛开的蝴蝶兰 我们补水的话就不能轻易的采用浸盆的方式 因为处在盛开阶段的蝴蝶兰 可以说是已经处在一个半休眠的状态了 它们的根系对肥力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多那么的强 这个时候如果是采用大水慢灌的方式进盆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导致它烂根的情况 而且呢不利于延长它的花期 所以大家都会说 处在盛开阶段的蝴蝶兰呢 最好都是稍微的偏干养护 植料非常干燥的时候呢 可以采用这种喷水的方式 稍微的给它们补充一些水分 所以小苗和开花的大苗在补水这一块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苗 那么我们在用植料和用盆这一块都是有一个统一的要求的 那就是一定是透气性要好 沥水性要好 如果是放在窗台上面养护 那就一定要打开窗户 多通风才可以哦